這次的展覽叫寶玉嶺路院士密室得其所 台灣人非常有愛 所以對動物非常的有很多靈敏之心 可是長期下來 因為缺乏對動物生態知識的了解 實際上我們在整個台灣社會裡面 對待動物的方式 其實常常可能是錯誤的 譬如說我們希望把犬貓 讓牠們遊蕩在外面 卻不希望抓進收容所 實際上這樣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因為犬貓是伴侶動物 牠們是外來物種 外來物種的犬貓 然後在家裡面是可愛的毛小孩 可是當我們放棄 社會集體棄養牠們 讓牠們遊蕩在外 牠們其實成為生態裡面的外來入侵種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理解 那另外呢其實還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現場還有17個 非常專業的保育單位 那包含上是裡面會談到窗沙的議題 裡面會談到鯨豚擱淺 還有很多救傷單位 這些救傷單位呢 透過救援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從動物身上有很多學習 這些學習呢 其實帶領我們看到很多環境的問題 面對動物的很多困境 例如台灣流浪犬 目前我們選擇的手法 讓大量的犬貓遊蕩在外 其實牠們嚴重的傷害了石虎 穿山甲 草梢 但是這不是動物的錯 而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 太少人 不知道 所謂的犬貓 根本不應該遊蕩在生態裡面 善良是很棒的 善良帶領我們去關心動物 但是光有善良 我們是幫助不到動物的 善良必須搭配知識 善良才會有幫助他者的力量 是為野生動物而走行動聯盟 是一群由學生發起的團隊 那我們去年有辦一個遊行 主要是希望可以喚起大眾對於 野生動物和遊蕩犬貓衝突的認知 那這樣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現在的情況很像是因為 民眾會看到 遊蕩犬貓很瘦很可憐 我們就想要餵牠的東西吃 然後就會造成TNR的成效有限 因為一直餵 然後我們節鎖以後也會放回去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繁殖 數量就會這樣 噗噗噗噗噗變高 然後收容所空間就會不足 我們也沒有辦法給犬貓 不管是收容所犬貓 或是遊蕩犬貓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加強四足之恩 就是我們不要在外面放羊犬貓 然後我們也不要再餵食了 然後帶狗狗出去散步的時候 一定要牽牽繩 做好這些事情以後呢 我們遊蕩犬貓的數量就會變少 這樣子遊蕩犬貓跟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 也不會像現在一樣那麼激烈 我們期待能夠漸漸地達到 這個更好的跟生態共融的狀態 我2015的時候在那個特森保育中心當實習生 那樓下就是那個野生動物急救站 然後我就看到穿山甲 那時候我就說哇好神奇的動物喔 很可愛 牠本來是拳起來的 結果換我抱的時候 牠就慢慢打開 我看到牠的眼睛就融化了 之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穿山甲是野生動物貿易走私第一名的動物 那10年裡面有100萬隻穿山甲被殺 全球穿山甲都被走私運到中國去 當中藥材靈片 那像我辦臉書社團 有一年就是有非洲的人跟我聯絡說要賣給我穿山甲 對那我就跟牠溝通 我用法文用Google translation跟牠溝通之後 我就用了半年調出牠的那個基本資料 之後把牠移送法辦 就跟貝林的警方還有當地的保育團體移送法辦 牠就被關了6個月 全世界最容易看到穿山甲的地方就是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族群量有慢慢回升 因為野保法的關係 族群量回升 那大家都知道保育 所以容易看見 那容易看見以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林菩薩的那個法律之後 我們野狗流浪狗的那個情形 現在變成反而野流浪狗在攻擊牠們 對都在攻擊牠們 尤其是剛出生穿山甲 剛出生剛獨立的穿山甲 那個尾巴都被咬 有的會直接咬死 對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如果穿山甲再繼續這樣子 尾巴被咬 那媽媽就沒有辦法被穿山甲去其他地方捕育 那其實對穿山甲的生存是很大的危機 因為穿山甲是要靠尾巴去攀附在媽媽身上 他會在上面爬的 對對對 我有看過 對 而且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會變成球保護穿山甲寶寶 那如果沒有尾巴的話 他就根本沒有辦法變成球 那現在這一兩個月有10起穿山甲都被咬 咬死或是尾巴咬斷掉 都被狗咬 10起喔 對一個月兩個月就是10起了 很多 對對對 我們主要才1萬多隻而已 那我們有記錄到就10起了 所以再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是不得了的事情 待會兒就比賽了 不得了 我們常累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